好 棒棒 影片中一名男子手裡抱著小男童 想要放煙火 但卻是有孩子手裡拿現箱來點 好不容易點著了 但下一秒 一陣巨響後煙火桶似乎掉落 導致火花直接炸開來 往四周噴溅 而且就威力之大 就連拍攝者也顧不得畫面 趕緊把腿狂奔 附近住戶都聽到爆炸聲 還看到大量濃煙 而誇張事件發生在嘉義中埔 數號晚上一間公廟廣場前 這樣帶孩子過中秋體驗放煙火 這驚險一幕讓大家擔心 就在煙火旁的孩子會受傷 不過還好人員平安沒有驚動警消 但行為真的很危險 危險 危險 還補個小孩 對… 很危險 這樣出問題 這樣很危險 這樣很危險 不可以啦 這樣很危險 這樣很大事要好 同樣危險的還有智兩名年輕人 直接他一手拿著球棒 把手上點燃的鞭炮往上一拋 接著揮棒把點燃鞭炮急飛出去 不僅差點碰上上方的高壓電線 這鞭炮還直直往別人家的方向掉 這危險行為已經觸發 注意不可以朝人 車 建築物 易燃物丟止或發射 若不一產品使用說明施放 最高可處數萬元的罰款 中秋假期許多民眾出了烤肉 還會放煙火 但施放過程中還是要注意安全 別因為一時好玩 不顧自己和他人安全 這罰款事小 要是傷到人可就不好玩了 TVBS新聞紀健亨嘉義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